一个青花的琵琶尊 43.5公分 高度43.5公分 画的一个神仙在云端坐着 这种寇图 在雍正晚期和乾隆早期都普遍存在 冰裂文 这是康熙的遗风 童子抱着一些鲜花 那个云类其实已经到那个 括号到那个如意云头 如意云 画的是高丝 冻丝 童子 一个很苍劲的松鼠 括号云 拿着右面有这个气泡 那个泡鼓出来的 右边 持右的病 通景化的是 冻丝 竹 这是个神仙人应该在云 云里面坐着 三个犯人 一个仙人 口径有12.5公分 口径 他这个青花是 带有灰灰的 不是那么明亮 人物的高洁 你看 这个就是 蓝色的高 他这个底足 有很多 很宽 很厚 这种斜肖下去 雍正到乾隆是比较多的 这个 他这个足径有15公分 看到中间这里有个小疙瘩 但是这个 这个不是康熙的 他画的画风都不像是康熙 这些是 这些是 早清的温室都有 晚明早清 这不应该是顺制的吧 不应该是顺制的 只能把它 定在 清早期 这个 但是这个画法 又像 一名钱的画法 你看 在中间 云着做点